就雷老师没感觉 咱们在北京天津没感觉 他一大早出门 他就难受 浑身入 这个水气很重 我也浙江人 我知道 你浙江人是吧 你浙江哪里的 我沥水的 沥水的 所以我知道 他那个湿热的那个天气 沥水厉害 山区会那个点 对 你是沥水湿的吗 还是下面的 下面的一个县 那我熟 哪 云河 云河 我知道 我知道 去没去过 那我们现在讲 别人都能听到的 对能听到 当然 why not 是不是就有个里水县的 我们去过 我们那一年去开会的 没有里水没有县 里水以前是地区 那就是 就像是我们GDP排 倒数第一的那个地基市 定阳在那是吧 定阳很高 定阳和农泉舰在那对吧 对农泉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清田 清田的石雕啥的 清田就是原来属于温州府的一个县 然后这个解放后把它放到那个 所以刘伯温其实温州跟那个里水一块都都都都在争吧 就是就就那个 我们那一年去正好就在那儿这个看见那个这个这个鲜渡法师 后来就连续参加了几次那个这个华人那个的会 后来最近也在不这么写 不写论文了不去了 今年又开始了嘛 明年好像是一份 我们现在都不出门 都也不写不写会议论文了 我们反正也都出不去 就自我放逐 再坚持一两月 估计估计总得放 不放不放肯定不行 哎呦我们都已经坚持好久了 我们复旦三月十几号就开始办管控 三月二十号左右好像开始就是意识大家快 就是要要离开快离开 你看三月二十号我们六月底的时候才刚刚恢复 然后最近又陆陆续续 哦最近这个真的是 哎呀可能这样下去肯定是肯定是不写 大家经济是第一位的 受影响下的 真的是这样 包括交流吧 就真的没出过门 真的没出过门 是 我也很恐惧跑到火车站去 怕哪个玩意儿没带 不让我上车买了票不让我上车 这个真的是太难够了 痛痛忙忙大家都吃饭 那那个何老师一会儿就是您可以稍微 留一点时间就是王老师语谈一下 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交流一下 就是大家那个提问的热情也挺高的 所以可以等会儿可以交流一下 大家听到这个题都很感兴趣 然后三位又都是做这个三要关系的 然后可能今天听的人也挺多的 我看一下今天得要多少 一百六十多了 哦那多的多的多的 那一会儿就辛苦三位 然后我就先隐身了 哪里哪里 小丽也 那有三位老师 辛苦辛苦 多多多你张罗这么多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国朱那你就那个帮忙那个张罗两位老师辛苦一下啊 好的好的 好的 何老师完了辛苦啊 如果现在开始啊 好好好 那个 非常高兴啊 就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里边 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的这个活动 它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宗教学的专业的华言论坛系列 这个系列已经邀请了很多名家来进行交流切磋啊 这次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七十八奖 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了我们研究明经史的啊权威学者啊 也是我们每次研究明经文化的时候经常想到的 首先想到的何小荣老师啊 何小荣老师的简介我们在这个海报的这个宣讲中已经有介绍了 何小荣老师现在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员啊 博士生导师 也是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研究中心的主任 南开大学明经史研究中心的主任 中国明史学会的副会长 何老师有很多啊 在我们学界耳熟能详的著作 比如说明代南京寺院研究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等等 今天这个何老师带来的讲座的主题是 明朝宗教的特点啊 这样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今天就借助这个主任的特权 稍微说两句 因为我们研究明清的时候 和这个魏晋南北朝的研究 和隋唐的研究 甚至和宋元的研究都有所不同 因为那个时期他的资料 就像复旦大学的张伟然老师 有一次过分析过 他说你比如说你在研究魏晋时期的时候 他很快那个资料那么多 很快就能够进行一定的掌握 但是我们研究这个明清文化的人 谁敢说对资料很娴熟 这个是不可能的 明清的资料研究的明清的资料非常的多 而且明清时期的这个文化现象也非常的复杂 就像何老师今天所讲的话题一样 那个时期不仅各种的文化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如果说有唐宋的这种变革是真的话 那么到明代的时候 这种特征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说各种的文化现象和各种的 这种社会的这种变迁的特点 都呈现的比较的成熟 也有野心的变化 这都是我们所比较了解的 事实上我们经常喜欢看到一个话题 说当下的中国最像哪一个朝代和哪个朝代 联系的最为紧密 我相信如果凭心来讲的话 我自己愿意去选择明代 倒并不是因为我研究它的缘故 事实上我们在追溯这样一个 中国社会新特点的时候 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说 中国的启蒙时期 中国的前现代 前现代的特点 往往就把追溯到明代这个时期 所以说研究明清对我们理解当下 就是增强历史自觉文化自觉 让我们以史为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当然这个研究明清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就是好多学者也很多了 其实但是似乎还是没有形成像 特别是像魏晋时期 隋唐时期研究的那样的一个蓬勃的 那样一个群体自觉的状态 这不是这个群体的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明清时期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太复杂 它太复杂了 导致我们到现在还缺少一些明确的方法 一些明确的范式 但是在这方面 我们的何耀荣老师 已经做出了很多典范性的推进 我以前的时候 近期我也在写明清的僧人和文人之间的交流 何老师的好的著作 我还正在学习中 当然我们今天除了 何老师 我们为了使这个话题更加深入 这方面 也是做了很多的推进性的工作 王启元老师 他是副研究员 其实我启元给我的简介非常的简粒 但是启元其实写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经常的各种写 就是那个简直是地理达人 历史的达人 然后各种的 还有编了好多 组织了好多 这个前沿性话题的一些讨论 比如说那个佛法与方法 明清佛教极其周边 当时也就邀请了很多人 进行一些前沿性话题的讨论 其实我记得这个启元 还好多人也编了好多书 但是他给我的简介太简略了 那你这个有机会的时候 再来再来介绍 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 我觉得相信何老师 还有王启元兄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这个非同反响的感受和 一个非同寻常的精神的大餐 那么我就不多说了 有请我们的何小荣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分享和讲授 有请何老师 好 谢谢这个孙教授 也谢谢王教授 谢谢雷教授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上的一些 我们现在不容易见到的朋友们 大家耽误了大家晚上吃饭 当然我们也是通通的吃了饭 所以我就设身处地 想一想影响大家的晚上的 晚餐和晚上的散步 大家觉得有兴趣就听 没兴趣 反正都是网上无所谓 我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能参加这个政法大学 这个系列的讲座 还能让我自己的对这个 这个明代佛教 实际上主体上 还是偏动在明代佛教 当然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们原来编过 这个明代宗教这本书 对明代整体的宗教 做了一些思考 我想把这个 我们的一些想法 也提出来 这其实早已经提出来 今天是为了这种讲座 再提出来 正好 王教授 孙教授 包括还有很多的老师 对这个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把共同的来推进 这种明朝佛教史 这个向深入的方向 发展 这下面呢 我就开始共享一下屏幕 还得前面退 专门还制作了 制作了动画的 明朝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的古代史上 汉族地主 建立的最后的一个 统一的王朝 我们说那个传统的政治 经济 王化 这种各方面呢 都已经发展到 极度的成熟 整个的社会的各个领域 实际上都呈现出一种 一些新的因素 当然我们后面 马上还要说这些问题 酝酿的新旧交替的冲动 就刚才孙老师介绍的时候 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整个明朝 尤其中后期 有一个像这个 近代化的转变的 这种趋向 而延续几千年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 也进入这个晚期发展阶段 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封建社会 我们现在学术界 大家知道也有讨论 就我们说的 沿用的这个封建社会 当然是这种 马列 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名词 但实际上 或者说马列 那个封建社会 是指西欧的封建社会 但是我们后来套用了 也认为和西欧的 差不多的封建社会 所以后来遭到一些责疑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 因为大部分人还习惯上用 所以这个实现 我们有一些人 当然是改了不用 用中国的王权社会 或者什么地质农上社会 当然我们很多人 还是用封建社会 因为我本人是参加了 这个高中历史教材 审核委员 国家教材 教材委的审核委员 就我们最终形成的这种共识 或者说上面的意思 或者说我们整体上 这个教材这个意思 也是就我们这个封建社会 和西欧这个封建社会 这个封建就不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是王权大一统 然后周县制 下面的地主农民 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沿用这个封建社会 但是跟欧洲 那个说的这个封建社会 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而我们现在 又没有更好的词 或者说一个概念 让大家都能普遍接受 一个创新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也还是沿用 这个封建社会 这个诗 所以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包括我们高中历史 还是用这个封建社会 这一说 而明朝的宗教呢 就包括传统的这种 佛教 道教和新传来的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当然天主教 我们说前面也传过 但真正的这种 大规模的传了 还是在明朝后期 另外还有新兴的这种 明节秘密宗教 我们大概 今天要说的 主要分成两部分 就一个是 简单的说说 明朝的历史概冒 第二个呢 就谈谈明朝宗教的特点 就大家 现在能看到这几个方面 首先呢 说明朝的历史概冒 我们说明朝 实际下 这是刚才已经 咱们已经说到的 就是中国封建社会 进入晚期阶段 而在从明朝 从1368年 明太祖朱元璋 在南京称帝 正式建立明王朝 到1644年 李志成农民军 攻入北京 通贞皇帝自杀 明朝在历史上 一共存在了276年 他的国度绵长 仅次于唐朝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明朝 程序的时间 是非常的长 那么他的中间呢 先后有16位皇帝 17个朝代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 有一个明英中复辟 也就是正统年间 天顺年间 都是明英中 所以呢 有16皇帝 17个朝代 所以我们有 明史学家 有人写 有一个老先生 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明朝16帝 那么这是明朝皇帝的世系表 那么就是太祖 然后建文帝 然后太祖 太宗 或者说成祖 仁宗 宣宗 阴宗 代宗 大家 学历史的人 肯定非常熟悉 学哲学 学宗教的规定熟悉 当然咱们也不要求 那么特别的记得住他 下一个就是 简单的说说明史分歧 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初以来 就我们真正的用西方的 这种近代的这种科学的观念 来开始研究历史 那么研究明史 也进入了一个这个新的阶段 而专家们呢 就明史的分歧 比如说多种阻挡 就270周年 明史要研究他 那么一般会就直接涉及到他的分歧问题 而分歧问题呢 也是见仁见智 有各种的主张 而我们呢 根据明朝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 又来结合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又兼顾各朝的完整性 就把明朝分为三个时期 我们就初期呢 是从洪武元年到宣德舍年 是明朝建立和发展的时期 第二个呢 是明朝中期呢 是正统元年到嘉靖45年 是明朝衰弱互乱的时期 然后明朝后期呢 是农庆元年到崇征17年 是明朝这个政治改革和衰亡的时期 就是明朝整个的这个疆域图 大家在这个谭吉祥先生的这个 中国历史地图机上就有 这个我们还稍微刚才说的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还要大体上要说说 就明朝初期从洪武元年到宣德舍年 也就是说明太祖 然后建文帝 然后明成祖 明仁宗 明宣宗 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是明朝 这个建国阶段 或者说建立和发展的时期 明太祖建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刚开始是用元朝的制度 那么明太祖 这个人这个专制化 专制的心理特别重 所以呢 到了洪武九年以后 就开始把地方的这个行中书上 给他三世 那么成全物证实施 这个就提前安踩史实 杜智辉史实 然后把中央到了洪武十三年 也把中央的这个丞相废掉 然后直接由皇帝对着下面的六部 或者说六部 直接对皇帝负责 那么就加强那种皇权 而地方的这个行中书上 虽然废了 但是实际上后来就 个省的这种概念 在人们心中形成 也就是十三不登史诗 明朝后来的十三不登史诗 基本上就对应元朝的行省 所以我们后来说的省 就从这儿来的 然后到了后来 他的这个孙子继位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 不是历史的 这个为什么要给大家 简单的解释一下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 立了他的儿子 大儿子做太子 后来他大儿子 结果去世比他还早 然后就立了他的孙子 做太子 太孙 结果他的太孙当了皇帝 那么就是咱们知道的建文帝 在建文帝 在位的时候 他的明太祖的 他的叔叔造反 那么这就是咱们知道的 燕王朱棣造反 通过金难之一四年 然后推翻了建文帝 就建立了永乐朝 所以明太祖的时候 首都是建在南京的 那么到了永乐皇帝上台以后 他就把这个首都 将就迁到北京 所以经过十几年的这种修建 到了1420年 给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所以我们前两年 2020年的时候 纪念那个故宫建成六百周年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在永乐 18年 那么正式迁都北京 建成北京 然后永乐 永乐19年 正式迁都北京 所以呢 这就是永乐朝 永乐朝 那么有很多的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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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个 永乐大典 我们现在知道的 包括郑和夏西洋 等等 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仁宗啊 宣宗的时候 那么就 属于守城 继承前面的 这些做法 继续发展经济啊 巩固 这个是统治 这就后来 我们说的 民史的叫 仁宣之治 然后下面 就是明代中期 那么也就是 小皇帝 正统皇帝上台以后 他从小不懂事 前期呢 还是有几个 有名的老臣 在辅佐 到了后来 他逐渐就 相信那种 宦官王正 然后就说 王正专权 再后来 到了正统 十四年的时候 就在王正的 这种骨鞋下 就去出征瓦剌 结果打不顾 蒙古人 他自己都被俘虏了 我们历史上 叫做土木自变 所以呢 然后瓦剌的部队 就包围北京 因为今天 我们很多 有北京的这个同学 包围了北京 那么就 民营中的弟弟 朱祁 那么就上台 那么就 景泰的皇帝 组织这个 这个北京保卫战 那么我们就知道 是于谦 参与这种 北京的保卫战 最后打败了这种 瓦剌的进攻 保住了 再后来 那么就是 这个 这个 民营中又迎回来 后来民营中又伏辟 又把这个 这个景泰皇帝 又推翻了 再后来 就民营中的儿子 那么就是 陈化皇帝 这个皇帝 大家应当 也很熟悉 为什么 这个皇帝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鸡钢杯的 那个皇帝 非常喜欢玩乐 而且据说 有人研究 他还有个口吃的毛病 所以平常不大喜欢 建大臣 所以到了 陈化皇帝 以后的这些皇帝 基本上就是 比较糟糕了 陈化年间的 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 他喜欢 大他十几岁的 这个 这个宫女 后来被奉为贵妃 就是万贵妃 另外 这个时期 还有个宦官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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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泽吧 汪泽专权 然后 陈化皇帝 去世以后 那么就是他的儿子 叫 明孝东 短期的 做了一些调整 历史上 特别叫 宏志中兴 时间不长 后来他效忠去世以后 那么他的儿子 或者说太子 这是明朝唯一的一个 是以太子的身份 或以皇后 生的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 那么就是 明武宗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什么游农戏风啊 这戏剧 这个就说的是明武宗 这个皇帝更荒唐 每天喜欢到外面玩 不大管这个 国家的事情 然后在他统治期间 那么又有这个 现象 就宦官专权 就是宦警专权 所以明武宗 是最荒唐的 所以他最喜欢的 这个佛教 道教 包括其他的伊斯兰教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明武宗去世以后 他结果他没儿子 那么就是 请他在外地 在湖北宗祥的 他的这种 堂 堂 堂地 那么就是 嘉靖皇帝 后来的嘉靖皇帝 来继位 嘉靖皇帝上台以后 这个人也比较 这个 特别的自负 也特别的 自尊性 也特别强 就叫 他上台以后 本来是 朝廷里面大臣们 都让他 都要求他 来继 明武宗的爸爸 就是明孝东的这个统 那么他坚决不同意 他坚决要把 他爸爸 叫藩王 那么新先王 奉为皇帝 所以我们的历史 称为叫 大礼义之争 就这个 大臣们 很 基本都不同意 但是 嘉靖皇帝 通过强力的打压 最后终于他成功 那么这里面 就有好多的大臣 杨廷和啊 还有云南的 还有的杨 他的儿子杨胜啊 就写那个 这个滚滚长江 东西水那个 那个大孩子 叫杨胜 都遭到打击 那么等到明世宗 嘉靖皇帝 这个逐渐稳固以后 统治稳固以后 他就开始信道教 所以我们说 前面那个明武宗 特别信藏传佛教 那么到了嘉靖皇帝 就信道教 他不信那个佛教 所以他叫 禁诀佛教 信道教 所以嘉靖 年间的一个有名的大臣 那么就是阎松 对吧 这个阎松专权 在这嘉靖后期 就不用说了 因为嘉靖皇帝 自己不怎么管事 所以呢 阎松 掌权 做了很多坏的事情 那嘉靖皇帝 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 反正中间也有很多 很复杂的过程 二农不相见 他嘉靖皇帝 在位的时候 相信这些坚决不立太子 所以等他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才继位 那么也就农庆皇帝 嘉靖年间 我们还要说一个 就是嘉靖年间 这个明桃最衰败的时期 我们有一个词 叫南窝白鲁 南面东南沿海 是窝寇猖獗 北方 那么就是蒙古人猖獗 在嘉靖29年 根绪之变 蒙古人再一次 包围了北京 所以在嘉靖年间 那是明桃最为 中期最为混乱 最为衰落的时期 几乎灭亡的那种感觉 所以嘉靖皇帝去世以后 他们就农庆皇帝 他的儿子农庆皇帝 上台 农庆皇帝上台以后 在一些大臣的这种辅佐下 逐渐的把这个 开始做一些改革 然后北面 把这个跟蒙古人 这个叫和谈 开护士 把这个东南的倭寇 在嘉靖末年 基本上在七级光 他们的这个这个努力下 基本上解决了 所以呢 这是我们为什么把嘉靖时期 画在明朝中期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明朝中期特别的都衰败 而到了明朝后期呢 到农庆年间呢 就做了一些改革 就逐渐的 这个就叫新日 就稍微要稳定一些 然后到了万里初年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张俱正 大学是张俱正辅政 皇帝太小 所以什么事情 他说了算 张俱正改革 做了很多 包括这个经济的 包括政治的 提高政治效率 退行考证法 经济上 丈量土地 退行一条边 把这个税收上了 因为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 国库基本没钱 政治 财政危机非常严重 所以等个这个 包括的官员们 就得到互相争斗啊 这个政治这个衰败 也很厉害 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 包括军事的 全面的衰败 就到了张俱正改革的时候 就对这些方面 做了大幅度的改革 所以我们称为张俱正 为历史上大改革家 商鞅 王安石 张俱正 这都是经济有名的几大改革家 但张俱正去世以后 明神中 就小皇帝 逐渐长大了 明神中清政 那么他又不行了 他逐渐的开始 光待正式 不管事情 所以整个明朝 再一次的成能 然后他死了以后 他一直统治了48年 他不想立他的 大儿子做太子 所以我们历史上特别叫国本之争 大成们不同意 所以互相争斗了 二三十年 最终立了太子 但是太子还是不受待见 结果等到他万年48年去世以后 太子上台 结果太子病体不心 在家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结果仅仅一个月就去世了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特别叫明光宗 太昌 或者说太昌皇帝 再后面那么就是我们知道的 明光宗的儿子 大儿子 明西东 那么就是魏东贤 光宗魏东贤 所在的那个朝代 刚开始还好歹 再后来明西东 就信用这个宦官魏东贤 那么魏东贤 就逐渐的专权 第四章记载说 明西东 天启皇帝喜欢做木匠活 魏东贤往往趁皇帝在那玩 做木匠的时候 来问他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那个事情怎么处理 那皇帝说 你自己要你 我要你做什么 魏东贤就趁这个机会 就得到了这种处理 正是 当然我们说这个很复杂 这个叫批红 里面还有内阁的票里 我们没时间说了 就是说魏东贤得以专权 所以天启年间 后来的魏东贤专权很厉害 那么再后来天启皇帝不久就去世了 那么后面就是崇尊皇帝 就在宫尊年间 当然这也有很多的事情 那么最后在宫尊十七年三月 李志成的部队就攻入北京 那么宫尊皇帝 在这个梅山 或者我们就是我们现在 景山公园那儿自杀 整体上这就是整体上是这个叫明朝政治发展的大的现实 在明朝中期以后 尤其这个王学产生 今天我们要那个后面 他讨论的时候 王启元教授 孙国杜教授 尤其对宗教 对这种民代的民进的哲学 还有精神的研究 我们还会讨论那个问题 就是王学产生以后逐渐打破成诸理学这种一统的局面 所以逐渐的追求这个个性解放 所以我们后来说王学 在王守仁去世以后 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 或者说两个方向的势力最大 一个就是泰州学派 李志他们那个追求这种 完全这种追求个性解放 来否定这种传统的这种伦理道德的这一派 另外一派那么就是王姬这一派 向残学方向发展 为那个民主无学案 就总结归了 也就是说王学因为王姬他们 而这个势力大也因为王姬他们 这一派 所以失去他的本来面目 而王学这种流传 或者王学末流的这种心肾 得到了当时的普通人的大力的欢迎 所以整个追求这种个性解放 这种风气比较厉害 而社会风气也逐渐的从明朝初级 被严格控制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 逐渐的也就由这个简单来向 繁华 奢侈方向发展 那整个社会也逐渐开始出现这种 追求这个利益 追求这种逐利 追求享乐这种风气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说明代中后期 这种整个的经济 当然我们还谈到经济 我们还要补一点 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后 我们前些年还在讨论 关于资本努力萌芽的问题 明代中期以后 在江南的一些私质业行业 又开始出现了这种雇佣劳动制 所以我们在80年代 甚至90年代以前 都把这个称为叫资本努力萌芽 就跟那个西方的 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来对应 说我们中国资本 自己也能出现资本努力 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 我们中国自己也能出现资本努力 当然我们现在逐渐的 不提这个资本努力 我们说现在逐渐的 基本上说的是 当时这个明代中后期 这种商品经济发展 出现了新的雇佣制的生产方式 尤其在苏州 有很多的机户 来出钱 来办这个 访车 然后招机工 然后新的这种雇佣制的生产关系 所以我们说这也是实际上 新的这种生产关系 所以种种迹象都不管命 当然到了明末 明末的时候还有的黄中西 顾元武他们批判这个封建专制 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所以我们说到了明代中后期 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这种潮流 明朝后期中国主在像中世纪 像近代社会 这种过度转型这种倾向 或者说迹象 但是呢 清军入关 这个过程被打翻 当然我们这里还要说一个 现在我们史学界 或者说我们常常很多人都说 清军入关 打断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是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学 我们两个大学 我讲的这个本科生 我讲的是清史 你说如果即使没有清军入关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说 清军入关 不断度过历史进程 是批判清朝入关的 这一定程度是对的 但是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呀 也就是说在这个 清军入关以前 李自成 或者说农民起义 设计上已经推翻了 明朝的统治 也就是明朝根本就已经 存在不下去了 并不是说清军入关 阻断了中国进程 那李自成 如果清军不入关 李自成建立政权 那么也一样 继续大概中国历史 大概又是一个 一个 一个循环 又这个回来 所以呢 说清军入关 打断中国历史进程 用这句话来责备清朝 这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 要给大家解释这句话 所以呢 我们一般的那个评价 说明朝啊 是一个这个传统和创新交织 保守和开放并存 表现出明显的转型 形象的时代 但是呢 他因为这新生的因素呢 远远没有达到 全面突破传统 社会结构 政治制度 和这个意识形态 的这种这个程度 所以呢 最终啊 明朝的没有 这个整个明朝 并没有真正的转型 而我们的明朝的宗教 实际上也一样 有这么一个变化 下面就是 刚才我们就简单的 回顾了一下 关于明史 这种明代历史 这种过程 动不了 下面我们就说说 明朝宗教的特点 咱们进入 咱们下一个主题 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是个一团和气图 也就是明县中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陈华皇帝 让华公 画的一团和气 他自己写了个预制战 就上面 多仔细看 能看见左边 是一个道士 右边呢 是一个儒士 这当然我现在 我仔细看 我没看清楚 也许这个图 不是太清晰了 然后整体上 它是一个 弥勒佛的那种形象 所以呢 这叫三教合一 一团和气图 明朝宗教 我们说的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最高统治者 采取这个激提倡 保护 又整顿和限制 这种宗教政策 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 你们说 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 影响深广的社会现象 它这特点 就是相信在现实之外 还存在着超自然 超人间的 这种神秘力量 或者实体 当然我们是 无神的这种概念 或者是定义 来主宰自然 和社会的进程 决定人世的命运 和和服 和服 从而使人们呢 对它产生 这种敬畏 和崇拜的这种思想感应 并由此 这种产生出 这种相关的信仰 认知和礼仪活动 也就是它就 宗教 我们无神的认为 宗教就是 认为啊 在现实世界 之外还存在一个超自然 超人间的神秘力量 或者实体 来主宰自然和社会 来决定人的命运和护福 让人们对它产生崇拜 而宗教社会学 和宗教社会功能学派 就指出呢 说宗教啊 用神 或者用神的诫命 作为呢 人们崇拜 敬畏的象征性对象 所以呢 人们崇拜神 崇拜神 听那个神的诫命 那么这些诫命呢 一定程度上 就会宣扬 大家要听话 要守规矩 那么呢 它会发挥着 维系社会的稳定 和一体性的作用 我们说中国这个宗教啊 起源很少 历代的统治者 多处重新宗教 而且呢 提倡和保护宗教 用那个神道 来设教 那么也就通过宗教 来维护 这个 这个各个王朝的统治 来发挥 和利用宗教 同时呢 历代统治者 也会对宗教啊 加以 整顿和限制 也就是他一方面 他要提倡他 保护他 用他来维系人心 来维护统治 另外一方面呢 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 那么也要对宗教 要进行这个 整顿和限制 如果说光是提倡和保护 不整顿和限制 那么宗教的势力太大 往往会产生了反效果 所以呢 有的时候还甚至会严禁 来抑制宗教势力的发展 和膨胀 防止这个宗教 危害他们的统治 我们说这个明朝的宗教 以这个佛教和道教为主 势力和影响最大 是明朝宗教主体 所以我们谈到明朝宗教 那么势必就离不开 明朝的佛教 明朝的道教 在明朝初期呢 最高统治者 虽然都重庆佛教道教 但是呢 都比较注意 那整顿和限制 制定和完善的 既提倡和保护 又整顿和限制的政策 因为这个都是比较 这个叫抽象 会做的简单的解释 又整顿和限制 基本上在整顿和限制的框架里 对佛教和道教加以保护提倡 我们说明代这些皇帝 那么真正精明强干 或者说稍微速度比较高一些的 基本上都在明朝 前期 也就是说的 明太祖 明臣祖 包括明 当然中间还有建文皇帝 然后还有这个明人宗 明宣宗 所以那这时期的这些皇帝 尤其明太祖 明臣祖 那是非常 这个 这叫能干 或者说非常有魄力 非常 有这种政治 政治数字非常高的 这叫皇帝 所以那他们在位期间 就通过各种措施 一方面来提倡和保护佛教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又 整顿和限制佛教制定的一些很多的措施 我们当然后面还会简单的说到 那其中最主要的 那么一个是限制 这个出家人数 另外一个 意志这个寺院的经济 这两点 应当是基本上抓住这个 宗教的这种 这种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呢 这几个方面的政策 基本上 都是在洪武年间制定 然后到了永乐年间 完善 包括出家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照片写这个 管理明朝 杜生的那文 关于明朝这个 佛教政策的那文 所以呢 在洪武年间制定 永乐年间完善 然后仁宗啊 宣宗虽然也 大肆的提倡佛教 包括明太祖 我们说明太祖啊 明成祖也是大肆的提倡佛教 但是呢 他们还能 做这个 很多的 整顿和限制的措施 就比较理智一些 明仁宗 明宣宗也在大底 还算理智 到了明代中期 我们说明代的皇帝 那么政治数字 基本都不高 我们经常会把明朝的皇帝 和清朝皇帝来比较 大家 我不知道杜宇看到没有 就清朝的皇帝 前期中期这些皇帝 基本上政治数字都很高 敬天法祖 都会用他的家法 每个皇帝 基本上 这个他政治数字都比较高 而明朝的皇帝 无论明朝前期的几个皇帝以外 明代中期 明代后期 基本上政治数字都不高 明代中期的时候呢 最高统治者 重奉佛教 为什么说最高统治者 也就不仅仅是皇帝 更多的 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皇帝小 太后会管一些事情 包括有些大臣 也会管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说的最高统治者 主体上是这皇帝 和这个太后 皇后那个角色 他们呢 重奉佛教 道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 他讲到这儿 我还要给大家 要补充一下 就我们一般的都知道 元朝皇帝 对吧 元朝皇室 姓藏传佛教 这个撒家派 对吧 那个是 这个撒家派的 高僧 那么这是元朝的帝师 等到明朝 推翻了 元朝同志以后 那么撒家派 或者说藏传佛教 也跟着 这个元朝 有的 有逃到末北去 当然也有的 回到西藏去 藏区去 但那明朝造理 一些明朝皇帝是汉人吧 对吧 他们造理不应该 信这个藏传佛教 但大家 如果仔细的 去读一些文章 就会发现 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 甚至说明成祖的时候 这样他们也信 藏传佛教 所以我们专门有这个论文 就讨论 原来没有把这个事情 就是意识到 因为我们就看中国传统的 包括中国宗教啊 这类的书 没有说这个问题 后来我在 写明代南京事业研究的时候 读这个 明世录 仔细读明世录 才发现 这个问题 其实当然我们这个叫 在历史 这个方面 人说的很少 但后来才知道的 藏传佛教的 研究藏传佛教的 甚至包括日本的学者 对这个做了很多研究 这就发现明代中期的皇帝 或者说皇家 主要信的是 我们说藏传佛教 还包括一些印度密教 皇家 信这个 信密教 藏传佛教也是密教的一种 那么这就里面 就有好多的问题 当然是 这是另外 另外一个考虑问题 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或者是现象说出来 所以明代中期的这些皇帝 包括有一些后非 特别重碰佛教 道教 而尤其重碰的是藏传佛教 其中的印度密教 有一支 在中国 甚至到了明代中期 达到了五代传承 而藏传佛教有大量的僧人在北京 供给这个皇家办那个法事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 明县中 陈化皇帝 这个这是佛道 佛道奸从 而明武宗 那么就迷恋 藏传佛教 他自己自成为要法王 明世宗 也是嘉禁皇帝 他极度重重道教 所以你看看明代中期这些皇帝 一个个 政治数字不高 但是都特别 或者说同时 都迷恋这种宗教 有的是藏传佛教 而嘉禁皇帝 比较另类 在明代皇帝里面 他极度重重道教 而明代中期 原来对佛教 道教 整整和限制的政策 常常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也就是明代前期 制定那些 对佛教 道教 这种整整和限制的政策 那么到了明代中期 就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因为皇帝喜欢 这个佛教 大量的 开度生人 卖度碟 大量的这种 这种做法事 对很多的政策 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然后到了明朝后期 最后同志者 重信佛教道教 但是呢 除民神宗 李太后以外 多数 没有过渡之举 这个当然 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就明代后期 这些皇帝 一个个都 更是提不起来 当然他们对这个宗教 没有过渡之举 当然他也没有特别重逢 而民失踪 也是重征皇帝 甚至排扯佛教 排扯道教 因为他一定程度上 我们说有的人说 他开始信这个 天主教 所以尽管呢 明代各朝 都不同程度的提倡 和保护佛教道教 但是呢 又始终保持 对他的整整和限制 我们说前面 我们说明代中期皇帝 或者说最高同志者 这个重奉佛教 重奉道教 对吧 这个是不假 但是呢 根本上 我们说他从 从真正的 规纳上 也就是他们 虽然都不同 他们的提倡保护 但是呢 又始终保持 对他的审政 和限制 而其中最主要的 那么就是控制出家人数 也就是说 不让这个 更多的人出家 另外呢 一直事关经济 也就是明朝 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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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院 一般的 不大量的 赤土地 另外一个是 基本上 除了这个 亲赤土地以外 其他土地 都一例要交税 没有让他们 有免税图全 所以呢 这样就 抑制了 私院经济 前面呢 是控制了僧团 所以呢 这个 最终 把这个 佛教 和道教 就控制了 而对于伊斯兰教 明朝同志的 那个 幽容 与约束并用 实际上 实际呢 还是 既提倡和保护 就这个 就关于那个 对伊斯兰教的 政策 就 左边这个 刚现在看到的 中国伊斯兰教派 与蒙幻之路 这个树立呢 就有明确说明 那么实际上 也是整的和限制 提倡和保护 这个 但是呢 伊斯兰教的明朝呢 传播区域啊 范围有限 势力也 影响也不大 所以呢 实际上 各方面 无论是 整阵县制 保护提倡 实际上 着力都不多 而天主教呢 是万年年间 传来 同志的 县制为多 而由于这个 南京教案为甚 最后就把这些 传教士都 送 押送回国去 送回国去 让他们回国去 所以呢 后来 有的这个 谁啊 你知道他们在 杭州 偷偷的 保护了一些传教士 同志年间呢 明师中对天主教 表现的一定程度好感 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 但是提倡啊 和保护作用有限 而对于民间秘密宗教 和民族开始 就制定 严禁 和镇压的政策 限制他的势力发展 也是其他宗教 虽然 审政 限制 一定程度好禁止 但是对民间秘密宗教 那么就基本上 直接就严禁 和民族开始 这个政策 就执行的 比较厉害 或者说 没有放松 尽管有的时候 可能 对这个 对这个民间秘密宗教 认识不清 那就是我们说这个西大神教 那么皇家跟他关系很好 就是皇宫寺那个地方 那有所提倡 很好保护 但是整体上 还是这些人的严禁 和镇压政策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评价 就是明朝的宗教政策 基本上是成功的 它使得各种宗教 一定程度发展 势力呢 又没有过于膨胀 除了白年教的 民间秘密宗教 利用宗教组组 发动了一些规模范围 很小的 这就是凡尘武器以外 其他的 作为宗教主体的佛教 道教 和民族宗教的伊斯兰教 基本上安顺平和 印翼王度 那就发挥了 维护和恐怖 明朝统治的这种作用 所以我们说 明朝能够得以威系 276年 那么宗教在其中 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 或者说宗教的作用 不可忽视 也就是宗教 大体上 尤其周围这种 佛教 道教 没有这种真正的 发动这个大规模的起义 甚至中等规模都没有 那么呢 一定程度上 对这种 明朝这种统治 稳固 是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 是各种宗教 这个多元并存 而以佛教和道教为主 长期以来 中国是佛教 道教 宗教 多元共产 也就是中国这个 对宗教 没有特别的 除了民间秘密宗教以外 没有这种 特别的 这种 这种排斥 限制 我们说中国的宗教 从上层统治者 到下层民众 基本上都兼容 并蓄 所以呢 我们 或更准确的说 我们是个实用 再一个方面说 我们对这个信仰 不是特别的 纯正 大家身上是管实用 而明朝呢 对宗教采取这种 具体上保护 又断断的 是圣诚 对各种宗教呢 也兼容并蓄 允许他们存在 因此呢 佛教 也包括汉传佛教 当上层叫 印度密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都获得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 像那个佛教道教 明朝 基本上 重信佛教道教 都大量的丰收 和开度 深道 频繁的举办 这种 佛道的法事 带头修建 佛式道观 边客这种 和班次 佛藏道藏 对佛教道教 起来很大的 这种 批动作用 你像我们 说的这种 出家人数 那么明朝 不动 出家人数 是大量的开度 那么正同年间 就有个人说过 说男女出家 累千百万 到了成化年间 全国的深道 一共 说是五十余万 成化年间 明朝这个 发度蝶 成化年间最多 当时 三次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不仔细说 就成化年间 有人统计 就当时三次发度蝶 一共是发了 三十五万张 也有人说是 三十七万张 所以呢 全国 生人 倒是总数 达到五十余万 那么明朝在永诺年间 就规定 那么佛呢 是四十人 周是三十人 现二十人 也叫佛教 佛教徒 道教徒 大概应当是并列的 这个地方 现在没有明确的说 我们 觉得他应当是 是各自 一个佛最多有 四十个 僧人 一个周最多有 三十个僧人 一个县最多有 二十个僧人 那么根据这个统计 全国也就是三万六七千个僧人 到了成化年间 全国到五十余万 而这个五十余万 因为明朝跟前朝还不一样 就明朝这个发这个度蝶 最后记载下来的 没有把僧 道 完全分开 也就是拿多少僧蝶 多少度蝶 一般情况下都没有明确的分开 既然 但是呢 根据前面的 前面的学者 你像这个青海师大的 白文顾先生的研究 那么历史上 中国基本上是十个僧 一个道 也就是说十个僧人 一个道士 不到现在我们也 在现实动我们也看到 就是出家的僧人多 道士少 什么原因咱们不探讨 也就是说大部分 这里面僧人 那么 这个就明显要超出 那个叫永乐定额 三万六七千的 十几倍 所以呢当时 很多都反对 后面也就基本上 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 发堵叠的现象 明天中期 实际上发堵叠 一定程度上是卖堵叠 国家财政不行了 所以那卖堵叠 当然因为大产生纷纷反对 所以后来也没有在大规模的发 这个卖堵叠 所以我们说现在 明代出家人数最高的 就在城华年间 五十余万 当然这个数字也已经非常可观了 也非常不得了 而以事关的数量而言呢 明太祖 曾经上明朝各个皇帝 虽然都说不允许 私自新建寺院 但实际上每个皇帝都带头建寺院 明太祖不用说了 明成祖也建了很多寺院 我们知道 现在赫赫有名的南京的大伯恩寺 那么就是明成祖建了 对吧 所以各朝皇帝都在带头修建寺院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北京的自画寺 那么就是以王正的家来改建 是正统年间 在正统十四年的时候 就有人说反映就是修盖寺官 变满金寺 而成化皇帝的时候 不仅大肆的修建寺院 带头修建寺院 而且他还给了个 很多私自修的寺院 赤额 所以我们说 如果没有皇帝赤额 那么很多寺院 就属于私创寺院 私自修建寺院 这根据朝廷的法律 是不允许的 而成化皇帝 就给很多的寺院赤额 当然还有包括一些道观 当时人就统计说 成化17年以前 京城内外次次试观 达到639所 后来又增加修建 到西山等处相望不绝 我们大概 这个很多同学 或者很多老师 是北京的 对这个可能有感受 外地的很多人都 没什么感受 我们的研究 就北京的寺庙 基本上集中在 西山那一代 所以成化年间说 西山那一代 世观相望不绝 也就是实际上 很多的寺庙 北京确实很多的寺庙 都在西山那一代 而有名一朝 仅仅是佛教的寺院 我自己做过统计 南京有名可守的 达到200余所 总数可能超过600所 而北京呢 有名可守的达到810所 总数超过1400所 大大超过辽京 元各代 当然我们这个里面 也要说这个有名可守 并不是 一个固定的时段存在 而是指一个朝代 200多年里面 能叫得上名字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他 红武年间出现 红武年间建了 到了同样的年间 不一定还在了 所以这个只是 我们说这个叫有名可守的 但是即使这样 这个明代的这种 出家人数 事关数量 还是大幅度的膨胀 所以保持这种佛教道教 保持一定的势力 而藏传佛教呢 在北京 在南京 在五台山 本地方流传 尤其供那个皇家 这个这些信奉 所以呢 金师呢 经常是供养丰寿 藏生 数千人 当然还有一些 印度密教僧人 上至皇室 下至民众 都有相当多的信奉者 甚至许多内地汉人 出家为藏传佛教僧人 所以呢 金师呢 频繁地举办 藏传佛教法事 修建了许多寺院 我们说北京的 北京的同学 或者北京的老师都知道 法海事 法海事当初 就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建 这个宦官那个李同 那么为主 为这个藏传佛教僧人修建 当时修建的时候 有大批的 藏传佛教僧人 印度密教僧人 出钱 资助 而印度密教呢 主要在明代前期中期的 在北京流传 有沙海山舍里 赤光一系 和斯里沙里伯德罗一系 的印度密教 斯里沙里伯德罗一系 建 在北京传播 那么我们现在的北京呢 五塔市 真爵市 或者说北京舍客 舍客博物馆 就是 斯里沙里伯德罗系 建 前者呢 在中国传承不绝 可知的 有五代传承 身团数百人 保持这种相当的规模 这个就是北京的 真爵市 也叫五塔市 现在是北京舍客 艺术博物馆 三星 五台上的显通 是上海佛教的寺庙 然后右边 这个是我 那个一篇论文里面 但是因为它分在上下 所以呢 这就关于那个 印度密教的 五代传承 这个资光 撒哈贾斯里 这一系的 五代传承 这个论述 因为在 发表的时候 他因为在不同的页嘛 我正好在这个 沃的文档里面 就把它 结出来 就弄到一页里面 从那个 撒哈贾斯里 到至光 然后至光的徒弟 然后他 徒弟下面又有法孙 法子 法图 的法 法子 法孙 那么 起码有五代传承 就是印度密教 然后 而伊斯兰教呢 也得到很大发展 明代前期啊 伊斯兰教继续在 中国普遍的传播 神 府 县 相 各地相争 都有穆斯林的分部 形成我们说 我们后代 或者我们今天还说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 分部 叫大分散 小集中 在新疆地区呢 穆斯林逐渐 占据 这个 主要地位 所以我们上面 这几个看到的 都是明代的 这种回族人 唐玉春 郑和 海瑞 李治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呢 中国伊斯兰教 十个民族 成型 另外还有两大系统 一个叫回族等系统 那么也就主要是 内地的 这叫伊斯兰教徒 另外呢 维吾尔等族系统 那么也是新疆的 那一代的 一些穆斯林的学者呢 开始提倡 伊斯兰教的金唐教育 和这个汉文的艺术 伊斯兰教的著作活动 也就是逐渐地开始 推广这个伊斯兰教 金唐教育 另外还有汉文艺术 这个伊斯兰 著作 中国伊斯兰教 进入内部这个发展 完善和诚心阶段 也就是实际上 它的那种 分布 传播 逐渐的 这在大体定型 当然后面还还有啊 就是说比元朝 比唐宋 那么这个有很大的进步 然后呢 逐渐地进入内部的发展 完善这个阶段 而天主教是随着的耶稣会 传教是东来的 在万历年间 穿入中国 到了崇德末年 传教13省 当时全国15个省 只有这个云南贵州 说没有 教友呢 有156万 里面呢 还有这个大臣 近世 巨人 秀才 有很多 所以呢 晚来的天主教 从此呢 在中国的宗教版图上 但有了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从此啊 从明代后期 那么 中国的宗教版图上 就真正有了天主教 就这个 当然唐宋那个 说这个景教 那个 传不久就已经没了 而这个 明代后期的时候 传来 那么就扎下根来了 而白年教的民间秘密宗教呢 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和反应呢 广大贫苦农民 反对残酷的 封建 统治 追求幸福生活的 要求和愿望 所以呢 他们的存在和流传 有着深厚的 社会基础和现实需求 有名一朝 白年教一直在民间流传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 以儒教创立为号召 皇天教 弘扬教的民间秘密宗教 相继而起 到了明末 经有明确 明称的教派就达到八十多种 民间秘密宗教 蓬勃兴起 成为明朝宗教 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 这个是这个 弘扬教的这个宝卷 后面这两个图片 那么就是明神宗十路上面 记得当时大臣反映 这个这个这个 罗教啊 弘扬教 皇天教 这些秘密宗教 传播的情况 所以呢 这样呢 明朝宗教呈现着 这个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民间秘密宗教 多元并成的 这种格局和图景 他们之间大体地位平等 各个宗教 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和这种发展 佛教呢 道教甚至保持相当那种规模 我们说明代的如福道 这个矛盾呢 和冲突不再突出 这句话是 实际上也是针对前 前面说的 那最简单的 我们说这个元朝 那么就爆发这种 福道之争 应该是三次吧 然后这个最厉害的 那么这个让这个道士们 把道士们都 替了话 道士们真正失败 把他们都剃发 让他们 改成那个 信佛了 然后把他们那个 占的这个土地 寺院 也改归这个佛教 还有这个道教 编过一本 叫老子化胡金 然后元朝也下令销毁 所以呢 在前代 经常会有 佛教 道教这种激烈的冲突 矛盾 但是到了明代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和平相处 我们 我自己看到的佛教 道教真论 那么主要就是 我自己接触过的 就唯一的见到一个海山德青 那么在这个牢山 青岛的牢山 明代 那个牢又写成那个坐大牢的牢 牢山那个地方 他把这个佛教兴起来 而占用了 那么就牢山的太清宫那个地方 后来 那个道士不干了 就告状 最后就把这个 告到明神中 告到明神中那 在地方 结果 告状都 都都都给了地方官打了一通 然后最后把这事情 捞到明神中那 最后明神中下令处理 最后 把这个海山德青 发配 民意就是 叫私创寺院 比如我们说 前面刚说过 明朝实际上 从皇帝到官员 到普通老百姓 都在私自修建寺院 但是呢 你们 我们很少看见 说因为私创寺院 私自修建佛教的寺院 而违反朝廷的法律 遭到惩罚的 而海山德青 最后的 被惩罚的 发配的 这个罪名 就是私创寺院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在倾倒那个地方 佛教道教之争 但那只是一个 一点点的小的规模 其他的基本都没有 看不见 所以呢 宗教 多元并存的局面 在明朝就比较明显 这跟元朝确实不一样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 奠定了后世 还是当今 中国的五大宗教 并存共处的基础 那么也就是说 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 对吧 将天主教 基督教 没有民间秘密宗教 这个我们现在 也是不允许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 而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宗教融合的思想 和现象 主现 以儒啊 佛啊 道啊为主的 三教融合思潮和现象 会去南北桃以来 就延续不断 日间三行 因为实际上 佛教 我们说传到中国 那就势必要受到中国 因为他这个翻译 因为他这个佛经的翻译 因为他的传教 包括的概念的使用 离不开中国这个社会 离不开中国这种民众 所以呢 他如 佛 包括这个道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一个道理 离不开中国这个社会 所以他如何到三教融合 这种现象 从会去南北桃以来 就延续不断 日间盛行 而明太祖呢 本人呢 他的宗教思想 也包括君权神授 三教合一 阴逸亡路 三教合一呢 就提倡啊 如佛道 融合一字 以儒学啊 也就是成诸礼学 为官方哲学 而以呢 佛教啊 道教为治国的辅助 而明太祖的宗教思想 为后代皇帝所尊奉 成为这个一个国策 所以我们下面这张图啊 就是明太祖文集里面 他说的三教论 这里面我们这个字 比较大一点 我们能看见 所以于师三教 对于这个三个教 对于佛教道教 如学 出众离之道呢 这个就叫 祖书遥顺 三王 帅三王 什么三师书以外 其他的 其实说的什么道理呢 也就是说 佛教道教 其实追求的 也是这个 就叫安稳人心 也是这个宣扬 真三美 那么呢 跟那个儒学 一样是维护统治的 所以呢 三教是一致 所以呢 国家把这个 这个儒学 作为官方哲学 同时呢 也会提倡 佛教道教 因此三教合一 一亿亡度 就是 儒所养 那么呢 佛教道教属于因 那么呢 他们呢 也是 来辅助 维护 朝廷统治的 因此 他们也要提倡和保护 佛教道教 而明朝的佛教道教 都努力的向成诸理学靠拢 也提倡三教同源 三教一理 拉拢这个儒学 为自己的合理合法性 提供依据 同时呢 圆儒 道 佛 若佛 道 也就是说把其他的 这种 你像是佛教 那么就把这儒学 道教的东西 收进 那个佛教这里面 道教呢 也会把儒学 佛教的东西吸收进来 那像那个云期朱宏啊 子博真可 寒山乐青 偶尉 真旭等 明末十大高僧 也都高唱 这个三教 一致 呼吁了三教并用 三教科学思想 同为他们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个就是他个 基本 那个这个 这个年词大师 就是朱宏的文集里面 他写的 关于三教的问题 这个这个 这个是子博真可的文集里面 也是他写的 这个这个是道教的 张宇初的文集里面 道教从真一道 最有成就的赵一珍 张宇初到全真道的 著名道的张三峰 实际上也都提他 荣和 如佛 三教合一思想 在道教界 也成为这种 潮流 也就实际上 大家可以 也可以设想呀 生在中国这种环境 他以这个 这个 这个皇权 那么是 至高无上 而作为这种 官方哲学 统治思想 这种儒学 那么不管哪个宗教 也不敢跟他 就完全就公开对立 所以呢 无论是佛教 无论是道教 那么都 朝这个儒学上 攀附 为自己这种存在 这个 就叫 拉这个依靠 或者说给自己装扮 所以呢 需要这种三教合一 而 道教 佛教 那么也会互相的 这种吸收 互相的也能容忍 比如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这个 明朝的时候 佛教 道教 这种矛盾 冲突已经基本上 很少 或者说基本没有 大家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都是为了 维护统治 为了自己的发展 那么就没必要 那么拼命去 斗争 人们的观念中呢 往往呢 也如佛道 混杂并存 博士道观里面 也常常的 并是三教之神 所以我们说 像这个 佛教的寺庙里 那明显 那么恕这个 关羽为这个护法神 那么还有的寺庙 我们在明示录里面 就读到过 那么一个寺庙里面 这个孔子 那么摄加摩尼 老子 都塑像 在这个在明示录里 就有明显的记载 这样在老百姓心里面 并没有明确的 这种佛道 这种这种区别 那大家去佛式道观 主要是为了去 求保佑 求这个平安 求这个福祉的 所以 对于 大家来说 谁能保佑他 那么 就都信 所以人们的观念里面 这个也是实际上 并行 而明朝的伊斯兰教 汉文 一路 信息之前呢 中国穆斯林学习 就是破了 过来的 拉伯文 和这个 原文 波斯文这种 这种宗教经典 他们的伊斯兰教哲学 体系啊 从中国的社会基础 文化系统 并不完全合拍 到了明朝后期 这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 王戴瑜 王戴瑜啊 张东啊 武尊器这些人 就把传统的 伊斯兰教认主学 中国传统的 这种 如舌道 相结合 大力来从事 汉文艺术 因为实际上 他们本身 已经在中国 这种环境下 生长 所以呢 势必 其实都要受 受这个影响 把电视分 咱们要快点 加大力从事 汉文艺术 促成了中国内地 回族 等伊斯兰教 体系这种建立 而天主教 刚来的时候 这大家应当知道 他们在日本 看到日本 这个好像 身份地位比较高 所以他们刚来 中国的时候 他们也穿了 僧人的服装 后来等到 等到他们 到中国以后 才发现 中国的僧人地位 并不高 而高的 是这个儒式 所以他们又改穿 儒式的 这种装扮 尽管呢 他们对佛教 宗教 可能明显 形成竞争 对立的宗教 激励的抨击 但是呢 天主教 他们看到 中国这个儒学 动不了 因为是官方哲学 所以呢 对儒学 以及中国传统的 这些习俗 也不得不加以 吸收 包容 融合 对我们看 那个谁啊 黄一龙先生的 九头蛇 就就就就 里面就说 说这些事情 就这些 信教这些人 就直接面临了 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祖先崇拜 包括这个 季这个孔子 季孔 包括这个 这个曲怯 传统 传统接代的问题 都是这个 跟这个 这个中国传统 这个观念 那么很大程度上 跟这个 这个 天主教的观念 是冲突的 所以这个 夹在这个中间 怎么办 那么就一定程度上 这个天主教 也要 这种 本土化 适应 这种策略 所以呢 他们以 何如 如来相标榜 那么 是呢 一方面他们说 我们这个时候 和这个儒学 他们是一致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还会说 我们用来补充儒家 补充儒学 来共同 来帮助维护 民朝统治的 所以呢 赢得 相当一批 达官士生 和民众 响应 以及信奉 而我们说这个 白年教啊 罗教啊 黄天教 文湘教 西大藤教 红阳教 三一教 这些民间秘密宗教 实际上基本上 都是杂柔 和吸收 如佛道思想 和教育的产物 因为它本身 就是在中国社会 这种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 这个 结成的 而中国普通老百姓 正是生长在 中国这种 这种融合 这种社会里面 所以这些教 基本上也是杂柔 这个 如佛道思想和教育 像白年教 罗教 黄天教 文湘教 西大藤教 红阳教 提起佛道思想的 教育成分比较多 而三一教 那么呢 从儒家的立场出发 提倡三教合一 以归如中理 为宗旨 所以呢 做重点不同 但实际上 都是离不开这个三教 因为本身中国社会 就是这种 大的环境 对你身在的其中 不可能 不受影响 就不懂 这是这个 主体的思想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内在 就各个宗教内在 就明朝宗教的融合思想和现象 还表现着一些宗教内部 各个宗派的互相吸收 和融合 而这个呢 以势力最大的佛教和道教 最为突出 我们说佛教 明朝的佛教 的蒋生 也说这个禅宗以外的这些僧人 以融合诸中学说为特色 装红某一派 或者某一经人人极少 大家在这个 味道如现的这两本书里面 会看到 禅宗也多兼习蒋门 攀附异学 我们说这个 这个蒋生 对吧 我们照理说 无论是华言宗 还是天台宗 还是这个 其他的宗派 那么都应当是专门 读自己本宗的经典 包括论书 对吧 包括禅宿 和他自己写 他自己论 那么也应当是本宗派 禅宗 那么是不立文字 对吧 只指人心 那么他不重视读这个经典 但是 这就像在宗代以后 这种 这种严格 这种宗派 界限 就已经逐渐淡化 大家都其实开始 读别的经 学别的宗派 我们说明太 明太祖就规定 全国的僧人 都必须学习这个心筋 嫩鞋筋 金刚筋 三个筋 还让那个这个谁 哪个是哪个是 哪几个圣人 这个叫祝士 颁布到全国 那么禅宗 赵丽是不学经典的 对吧 赵丽他应当不应该去学经典 那么他主要是 应当怎么想的怎么悟 但实际上也不一样 我专门研究过姚广孝 那么姚广孝 或者说道演和尚 就后来的姚广孝 他在北京的庆寿市 那么他 他是林济东的传人 或者说林济东的高僧 他给他的弟子们 也讲解 那个明朝 颁布的 这个心筋 这个注释 当然他后来又加上自己的发挥 所以他后来 把这个他自己的讲稿 后来还看课 结成一个书 看课 现在我们见不到了 也就是说的说的就是还是我们上面说的意思 也就是蒋生呢 也都以融合诸中学说为特色 专门红某一派 或者某一金的吉少 所以我们后来说的中国佛教 后来基本上是在混合的佛教 没有一个纯粹的 多一个僧人 那么就是一个中派 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出家人 也不是很多出家人 基本出家人基本上都这样 也没有一个说他是纯粹的某一个中派 有的这个像 我们也还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是日本的和尚 法音和尚 说他是五中 接了五中的法卖 禅中的五个中他都接了 这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 所以诸中融合 因此诸中融合汇通 成为明代佛学的鲜明特色 到了清代 形成超脱于中派之上 制成一体的叫融合型佛教 它为今天汉地佛教的基本形态 我前几天在苏州 我还跟这个西元寺的这些法师们 还聊的问题 现在其实也没有这个纯粹的 他们也没有一个说纯粹的这种中派 大家实际上都是混合的佛教 我是华言中 那么我还可能监这个这个禅中 那么我肯定还信这个净土 所以这个混合的佛教 这个具体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杜吉文先生的这个著作 另外魏朵文先生的这个著作上面 还那个混合的佛教这个内容 我不给大家念 而道教 正义道的天师张雨戳 静明道的明道 道义针也都重视全神道道义和内丹修炼 那本来这个正义道 那么就是张天师他们这一系统 那么主要是念外丹嘛 对吧 所以我们说道教后世 基本上分为两大派 一个叫正义道 那么主要是念画幅啊念舟啊 那些念外丹那些类类的 那么那个 就全神道 主要念这个精气神 念内丹的这一系统 在明代 这个正义道的天师张雨戳 静明道的明道 赵一针 其实他们也都重视全神道的教育 和内丹的修炼 结合各派的俘虏造法 也就是正义道的还有各派的俘虏 他们也给他都融合起来 所以呢就反映出正义道的各个派 正义道和全神道 也进一步的融合这种倾向 天正道的著名道士王道元 在南中内丹学基础上 又融色了 天正北中之学 就形成自己的念阳体系 融合趋势 也成为清朝以后 中国道教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无论是佛教 也还是道教 到了明清了 基本上走这个融合这条路了 一般的很难有独立的纯粹的这种宗派 这是第三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传统的宗教衰落 而新传来和新兴的宗教 通过发展 那么我们说的传统宗教 就指的佛教和道教 它无论是教义教理 还是宗派传承 教派创立 都没有什么发展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佛教 到了明代 你说教义教理 有发展吗 道教 教义教理有发展吗 基本没有了 另外还有这个宗派 新的宗派 实际上到了 佛教 到了宋代以后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宗派创立了 所以 我们说佛教道教 无论是教义教理 还是宗派传承 教派创立 都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刚才讲到 明太祖下令全国的僧人 都要学习这个心经 金刚经 嫩切经 就让那个蒋生 就让那个华言宗 天台宗 这一类的 包括慈恩宗 慈恩宗后来也就很少 让这些人呢 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思淡薄 而禅僧呢 也多兼习讲门 我们刚才说的禅僧 也开始学习这些经典 那攀附义学 而明朝呢 明太祖又下令 叫分寺清宗 什么叫分寺清宗 那么也就是说 禅宗 那么你就坐禅 讲 那么你们就研究那么经典 来采样你们宗派 而另外一些人 专门立除一些人 给老百姓做法事的 那么叫于邪生 明太祖所称为叫教生 那么让他们呢 专门从事 于其法事 其他人不允许 缠身 讲身 你们是不允许 给 给那个老百姓 给民间做法事的 而做法事是收钱的 是有收入的 所以呢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 给民间做法事这些僧人 占到僧团的半壁江山 大家都可想而知 你要完全的不赚钱 那日子很苦 很多时候养不过自己 所以到了明代中期 从此于其法事一色的教神 占到僧团的半壁江山 大家都来做法事 我前几天在这个 苏州西元寺 这个就叫监院 那个善德法事 也跟我说 我们现在我们西元寺 现在绝不给人做法事 我们要做法事 偶尔的也是 跟着我们的晚客 一起顺便做点 我们绝对不去做法事 所以后来 把这个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 所以这个分世亲中啊 就一僧团 或者僧人的 大概一半 都去给人家做法事 不去学习 不去研究 不去怎么做禅 那么就使 当时的佛教 后人 这个地方漏掉 漏掉一个字 就后来人就总结 或者说批评 明代中后期的佛教 叫三菱佛教 那么就专门 有少数人 可能在三菱里面 真的去清修的 深修的 三菱佛教 那么大部分人 变成叫死人佛教 那么就是给死人做法事 惊叹法教 惊叹佛教 那么也是给人做法事的 死人佛教和惊叹佛教 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你是给人做惊叹佛事的 这样呢 所以佛教给人的这个印象非常不好 每天就是赚钱的 每天不追求这种 个人解脱 每天不去研究经典 那么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名声不好 所以后来很多的有名的僧人 那么就坚决不做法事 或者有的从做法事的余切生 转为我们专门去抛弃余切生 做残生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举例 西元寺的这个法事 监院二把手 善者法在告诉我 他们西元寺 现在也不做法事 如果偶尔做个法事 也是跟着他们晚客结合的 就不去专门做法事赚钱 影响修行 所以在明代中期呢 各个宗派就持续活力 传承艰难 不有虚名 而我们知道的一句最有名的话 就是左边陈元先生 在明记殿前副教考里面说的 从宣德以后 农庆以前 北渔年间教力尽禅 借声闻去集 那么也就是 这就是个明代中期 就是这个 PPT上这个图片画 红字的一个地方 陈元先生说的 说明代中期 不叫各个宗派 都没声没响的 大家都去做法事 另外 其他的奖声呢 也基本上融合的 没什么高声民声 都能接声闻去集 而晚民佛教复兴代表的明末 施大高声 在教理教义上 也只是提倡 各个宗派融合 三教同源 没有什么创新 这个圣言法师 在明末佛教研究里面 就有一段话 就谈到这个 关于这个 云西朱宏 这个字比较小 正好 有的书给大家 可以念念 他就说 朱宏啊 不是一位 做研究工作的 佛教学者 而是一位 设立三藏经典 并且先通 如道之学的修行者 重视利益 等等等等 就 这圣言法师 这个著作 就是大家 看不见了 实际上 他们的教义 教理上 已经没有什么创新 因为我前面 刚做过明代 杭州佛教研究 这个国家社会项目 就里面 直接涉及到 云西朱宏 万民施大师的 云西朱宏 你说他有什么 新的佛教主张 那没有 朱宏重视这种 实践的修行 重视这种利益 戒律 重视这种放生 提倡这个各种的融合 所以我们说 这个谁啊 朱宏 华言宗也把他当祖师 净土宗也把他当祖师 包括韩山泽青 那么也是 禅宗啊 华言宗啊 等等 都设立 达观政河也一样 而大家 另外一个都离不开 这个净土修行 所以我们说 明代 佛教 实际上从宋代 大概这种情况就已经很明显 就基本上是融合的佛教 诸宗融合 三教通源 这就是理论的创新 那么基本上已经 对这个风潮早就过去了 直到今天 直到当代 甚至直到现代 基本上还是这样的意思 而道教的教派呢 分化也基本上停止 我们说就从那个这个 金元的时候 全能闹以后 那么道教的教派 也就基本上分化 也就基本上停止 除武当派以外 不再有有影响的新教派出现 原有的教派呢 只有正义道的天使派 那么就张天使他们讲 人家的农门派 还传承有人 其他各派呢 多数阴谋无闻 难以为继 道教的理论 承袭送源救所以外 也就是加上各个中派的融合 三教合一 很少有的发展 但我还举个例 就是关于这个道教这个衰落 我们都知道这个劳山 这山东的劳山 也实际上就先在青岛 大家如果有人旅游去过的青岛 这个应当是上秦宫吧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在明代中期 他本来是这个全能道的一个主庭 但是明代中期已经基本上荒落了 所以后来海山德钦去那儿 这个道教的 这个基本上已经很奄奄一息了 海山德钦把那块地 当时就买下来建寺院 后来这些道教的人士 就想扼大他 海山德钦就不给钱 就是另外给 不另外给钱 后来他们这些道士们 看佛教发展起来 所以就去告状 在地方告状 没搞通 最后告到这个民生中哪儿 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道教 在明代中期以后也很衰落 所以他的理论 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 任基于现在中国道教室里面 关于道教 明代道教的这种叙述 那么也就是教派的分化 道教的理论 基本上没有什么带着发展 他们真正的理论 也基本上就是原有的这个融合 再加这个三教合一 这这这 这些东西 而新来 新传来和新兴的宗教 包括伊斯兰教 天主教 民间秘密宗教 蓬勃发展 我们说传统宗教衰落 对吧 他们那个教义 教派 没有什么发展 但是呢 新传来和新兴的宗教 蓬勃发展 伊斯兰教呢 继续 在中国普遍传播 在明朝中期以后 中国伊斯兰教 十个民族形式和两大系统 逐渐成型 明朝后期呢 开始金唐教育 得到推广 引起这个伊斯兰教 掌教制度的转变 中国伊斯兰教 发展 也就是通过这个金唐教育 培养了 很多的这种 这种理由知识的 这些伊斯兰教的教徒 所以呢掌教制度 逐渐有些改变 后来呢 明过江南地球 汉文艺术的发展 就把传统的伊斯兰教 任主学 和中国传统的儒色道 这个主要是在内地 这个为主 就能把 一单叫任主学 和中国传统的儒色道 相结合 同而在中国建立起 一种新的 更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 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所以我们说 中国伊斯兰教 开始走向完善 和成行 而传教是呢 来华传墨天主教 在同征末年呢 宫廷和在今的观云中 说传墨 天主教的已经 很流行 甚至说当时 还有天主教就预言了 说如果明朝不灭亡 基督教在罗马 全盛时期的荣教 也许就能 在中国 成为现实 当然是 这个叫很乐观的 但这也一定成功的反应 它确实 在中国得到传播 得到发展 而明朝的秘密宗教 企图呢 以白年教为主 明初呢 传承不绝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 这罗教就兴起来 开输出民心的 民间秘密宗教的先天地 罗教呢 就容设佛道 放入了这个五六册 真空家 宣扬那个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 在社会上迅速的风靡 那么什么叫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 还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他们就宣扬啊 在世界 成为一个天宫 而这个大家 都是这个无生老母 这个生出了 或者说无生老母 开始生出福西啊 女娲 然后福西女娲 又生出大量的人 最后总共 能说是96亿人民 其中呢 有4亿 先后已经被 无生老母他们 渡回去了 回到天宫了 而还有92亿的人 云云众生 还在这现实中受苦 然后呢 无生老母 会通过代理人 或者通过他自己 来解 带领大家 解脱 通过信奉他们的宗教 通过他们宗教修行 然后呢 带领大家 就回到 真空家乡 回到天宫去 这就是叫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 当时各个宗派 纷纷采用 他这个观念 所以呢 很风靡 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 这种信奉 罗教呢 也促进了其他民间秘密宗教产生 所以这宗教创始人 纷纷借鉴 普遍信奉 这个八字真言 明朝后期各种民间秘密宗教纷纷创新 放心为爱 这儿出现了一个图啊 就是韩生德鑫那个文集里面的一个图 就韩生德鑫 刚开始到青岛劳山 大概是万里 十一年左右 还十二年 还十三年左右 我记得不是 不是特别 万里十三年的时候 他到了劳山到青岛那儿 这个大家看 何一眼如果看得清楚 就能看见 就说这个罗钦 这罗教这个创始人罗钦 他老家 就是 青岛那个陈阳人 就是青岛那儿人 而罗教在当地 非常慎行 大家都信罗教 而佛教 没人信 这画黑线那个地方 就大家能看见就看见 也就是说民间秘密宗教 罗教在这个青岛那儿流行 佛教没人相信 然后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 弘扬那个佛教 通过自己的这种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慈善 后来就让 很多人都信佛教 说罗教后来就没事了 当我们划这一条线就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也就是明代中期的时候 明代中期以后 这民间秘密宗教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五个也就最后一个叫各种宗教 进一步世俗化 我们说这个宗教这个世俗化是相对于宗教的神圣性来说的 那么宗教一个方面就叫神圣性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叫对立面 那么就是它的世俗化 或者也很难说它是对立面 或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宗教就把人的生活分成此案和彼岸两个世界 前者是人间的世俗生活 后来是神的世界 宗教以侍奉神为神圣事业 所以神圣性是它的特有的属性 任何宗教那么都要强调它的神圣性 侍奉神 而宗教世俗化就是宗教日益关心此案的人类的事物 而不再专门以这个服务和先往神的世界为这个宗旨 明朝各种宗教的传播和发展 明显的体现出进一步世俗化的特征 我们说明朝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道教 那么我们看看佛教 从佛教来说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于谐生 做法事的这些生人 占到整个生女总数的将近半数 所以在明朝中期以后 佛教就被人批评是惊叹佛教死人佛教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 那么就是佛教日益的深入民间 并且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联系来 我们说看看那个明清那些小说 那么就会里面有大量的写这个 这个道士的生人道士给人做法事的描写 那么就说明宗教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联系 这些都是这个世俗化的一个方向 而另一个方向 我们说明末十大高僧掀起的晚民佛教复兴当朝 他们是积极舌荐大成佛教精神 关注佛教的发展和民生社会 在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明代中期的佛教 实际上已经不见了关注死人 关注金灿 那么似乎跟国际民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虽然他跟老百姓的生活日益联系日益紧 对吧 事实话特别明显 但似乎让人的感觉跟国际民生已经没那么大的关系 或者说不受人重视 大家都很瞧不起 因为是赚钱了 而他各的僧人 他不追求自己解脱 不去研究经典 那么让人瞧不起 而明末十大高僧呢 他们呢 就积极实践 大成佛教精神 关注佛教的发展 他们那个重视这个戒律 重视这个祝禅 重视学习经典等等等等 他们就关注佛教发展 关注传教 另外呢 他们也关注民生社会 也像我们说的这个达官征和 这个人也是 王岐玄先生有专门的研究 对吧 他跟那个出入北京 跟那个皇家联系 包括韩申德协也跟皇家联系 那么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达官征可 那么叫人生三大富 当地这个江西的一个这个支府 因为反对民生中派到当地的这个 矿剑碎使这个宦官 而被这个官员被抓起来 然后他就要来救他 这是他的一大富 韩申德协也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这个 他这个给这个皇帝 或者说帮助太后 为皇帝祈祷三儿子 然后后来他被发配以后 他也在当地 做了很多事情 修路打桥 包括这个 还有这个劝解这个宦官 他在这个 这个 青岛那儿 当地遇到灾荒 那么他也 用这个寺院的粮子 或者寺院出钱 到辽东去买什么黄豆之类的 来挣起老百姓 那么他们都 实际上 关注这个佛教发展 关注这个民生社会 所以呢 这是佛教当时世俗化的 另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 让佛教 有点振作起来 而不是集中于 那个 那个 一些底层 或者说 这个 一些上不了台面的 心灿 那么呢 积极努力 把这个佛教 跟这个国际民生 跟这个 这个社会大众的 这种高的这种期待 联系来 而我们说的 明朝佛教 世俗化的 明显的 那个更 或者说 更明显的特征 那么就 三大明山 我们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 中国佛教四大明山 对吧 五台山 峨眉山 普通山 另外还有九华山 九华山到了清代 逐渐才起来 那么在明代呢 主要三大明山 他们三大明山兴起 而他们三大明山兴起 特色是 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中国佛教 我们以前说 隋唐佛教 那么还有名的寺院 什么 这个 这个 中派 还有名的僧人 到了明代佛教 那么你可能 他说不说 哪个有名的寺院 到了明清以后 那么就 四大明山 各善其他 而四大明山 是干什么的 那么四大明山 树立的每一个 菩萨 对吧 普贤文书 观音 地藏 那都是供老百姓 拜的 满足老百姓 这个求 求福的 对吧 去邪 去邪的 所以 四大明山信仰 成为明清以后 中国佛教的主流取向 是佛教进一步 世俗化的最好力振 我不知道 我这样解释 大家应当是 很好的 会理解 而战航 不叫 印度密教 在这个 汉地的传播 也主要 为了适应和应付 往使 这种重複密教 是谁 我们加快的 用于摘教 祈福的需要 世俗化明显 也就是密教 很大程度上 基本上 都是这个 摘教 做法 是这 这 这 为特色的 再说 道教 道教的多层崇拜 略加念养和 力散 激功等宗教观念 进一步在民间扎根 并与儒学 佛学 通俗之说 慧荣和民间传统的宗教 迷信观念结合 对广大老百姓的生产 生活 产生广泛影响 就实际上 到了明代 的时候 这个宗教 基本上已经 更多的跟老百姓 生活 联系来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明朝的佛教 道教 进一步 这个世俗化 日益深入老百姓的生活 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 因此呢 传播 就更为广泛深入 日本学者曾经总结过 说从教理的这种佛教 道教 走向这种信仰的佛教道教 我们说唐宋时期 那么还重视这种 教理教义这种 这种创新 还有那么到了明代 清代 这一方已经基本不明显 那么已经 他的特色是信仰 从僧侣的佛教 道士的道教 走向庶民的佛教 庶民的道教 也就 唐宋时期 对吧 你还有那么多高僧大德 赫赫有名 但到了明清 你就基本上很难 再提过 有谁 还有什么创新 那么特色是庶民的佛教 而长期以来呢 我们的学者 对此缺乏认识 对明朝 包括清朝以后 佛教道教 都强烈批评 认为他的中国宗教史上 没有多少价值和地位 我们专门就有学者 就写这个明朝的宗教史 就是说 明朝的佛教道教 说跟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因为他吃黄粮 又跟大家不相关 所以老百姓已经抛弃他 其实恰恰错了 老百姓 跟那个佛教道教的关系更紧 而我们学界 对明朝 佛教道教 评价也不高 因为他教义教理 宗派 这个方面不明显 所以你们大家看看 前面的这些佛教史 道教史 到了明代清代 那么基本上没什么好写的 所以呢 认为他们在中国宗教史上 没有多少价值和地位 不值得一提 其实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旗舰和误解 对任何宗教的创立 不管他们营造出的此案 彼岸 那宗教是为了解决 现实中 人的需求和关切 所以宗教的世俗化 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 满足民众宗教需求和关切 也就是解脱 并不是为了少数人 宗教真正的关心的社会 是要解决现实 世界人的需求和关切 并不是极少数人的这件事情 他肯定是希望大家 所以呢 满足民众宗教需求和关切 因是宗教创立的根本宗旨 所以没有世俗化 宗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的信仰 获得发展 因此神圣性难以持久 这个就是日本学的宗春元的书里面 谈到这个庶民的佛教的地位的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佛教史啊 中国2000年的佛教史 如果仅仅关注这个极少数僧人 这个关于教理教义的这个 而忽视了这个大量的老百姓 信众这种支持在传承 那么就没什么意义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肯定 庶民的佛教 所以呢 世俗化的佛教 信仰的佛教 庶民的佛教 和这种神圣性的佛教 教理的佛教 僧侣佛教呢 一起构成 都国佛教史的整体 也就是中国佛教史不仅仅 有这个 神圣性佛教 有教理佛教 有僧侣佛教 那么同时还应当有 世俗化的佛教 有信仰的佛教 有庶民的佛教 这点不能合适 所以我们后来写的明朝宗教的时候 我们包括就把四大明山 包括这些这个 整个这个做法是这个 都要写进去 把老百姓信仰这个写进去 如果没有这个 就像日本学者说的 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观念 如果光靠几个僧人 那么这个中国佛教 这是根本就不完全的 那么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实际上是靠大量的民众在维持它的存在 所以中国佛教如果没有这一部分 那么是不完整 也是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世俗化的佛教道是这样的 那么道教其实也一样是这个道理 而不仅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仅仅聚焦于这种个别的 或者说占少数的这种僧人 道士 另外还有这个教育教育教理 另外还有这种宗派 而应当还要关注老百姓的信仰 老百姓的传承 老百姓这种平时这种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说传统的中国佛教室 道教室需要加以充写 我们尽快就结束了啊 所以伊斯兰教呢实际上是四处不分 入世纪极强的宗教 这个大家应当理解 所以他每天包括随时做这个礼拜啊等等 等等所以跟老穆斯林的生活呢 是紧密相连 因此呢他的四处化就不用质疑 而白年教卢教等民间秘密宗教 更是地道的四处化的宗教 对吧 这些更是四处化的宗教 所以呢我们的最后的结论是呢 对于和明朝的社会一样 明朝的宗教呢 也处于从古代像近代 新旧交替设置入口 那我们说这个我们清代以后的宗教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明代宗教的发展 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清军若干暂时打断了中国社会和宗教的转变历程 但是呢他从古代像近代演化变迁的历史 是清朝统治终究无法阻挡得住的 这实际上就是我今天说的讲的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明朝宗教的前面的序言 后来呢经过这个修改补充发在这个福建论坛上 这就是这个福建 这也就是实际上我今天要讲的这些东西 当然可能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不完整不完善的地方 或者所谓漏的或者错的地方 也呢欢迎大家这个区群指振 所以时间也不早了 已经8点48分了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老师 何老师没事的时间咱们没关系 晚上 我是讲的 那个特别感谢何老师 咱们这个讲座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简明的丰富而全面的明代的一个宗教通史 这个讲座我们如果完整的听完 可以说是比较的掌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明代的一个宗教通史 我虽然这里边的好多的一些话题我也曾经有点关注 但是何老师这么清晰而全面的一个梳理 特别是用那么多严谨的材料还有这些准确的数据进行支撑的时候 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完整的一个明代宗教的画面 我非常的受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觉到这里边有好多的话题 比如说明代四大高僧等等 这个我们的语谈人王启元老师 其实在之前也有好多话题他也曾经探讨和研究过 也写过一些专注和论文 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青年财经王启元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个正式场面 感谢主持人尊敬的何老师 然后主持人这个国祝兄 这个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富兰大学的王启元 今天也是很有幸能够就是参与到 何老师的这次报告的这个语谈 刚才国祝兄也讲了这个何老师的这个整个的今天讲座 体量非常的大 而且设计的面也是非常的宽广 这个整个的明代 不论是在时间的范畴 这个27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还是在这个古代的五大宗教的这样一个范畴中间 去给到今天听众一个非常大的信息量 一个信息的一个冲击 这个我相信今天听众中的很多的听众 其实是有有至于明清的近视的这样研究 但是还没有说进入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训练 何老师不仅是给到了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 以及有学术内理的这样一个对极大宗教的这个宗教史的这样一个考察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 就是在一个相对我们说讨论一个封闭的时空环境 明代中国中间 这样一个信仰群体给到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是一个怎么样的整体的观感 以及他们各自在各自发展中间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这种具体的呈现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这个华语学界 在这个汉学界这个我们说佛道教做的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 天主教入华的这个研究也是不少 但是何老师今天把包括我们都甚至不太熟悉的汉语伊斯兰教的这样研究 以及我们说这个被这个单独出来的本土宗教中间的这个白莲教 这个本土的这些佛道教的这个变种的这样一个民间宗教的这样考察 也是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思路非常的这个这个绵密的这样一个考察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就对今天的听众对我对国祝宣 我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间我们是会有非常多这个帮助及汲取的 呃我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明清的呃宗教研究 包括佛道教包括呃基督教天主教的晚明的入华 啊这个呃从从感受中间我们也是呃这个一步一步在在在体会啊 刚才何何老师也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其实大陆在做这一块研究的学者 其实不能说啊很多啊啊我我我作为这个博士毕业十年的 这样这样一位学学者我们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是看着何老师的书啊呃明代南南京思念研究 北京思念研究何老师的发表的这些论文啊 啊因为我们在大陆学界在十十几年前确实不容易有呃很多的这样一个呃研究的这样一个成果去去去去排比啊 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主要就是靠何老师呃毕露蓝旅吧 帮我们把这个呃在明史的史料层面在一个宗教教像的层面以及在宗教史上的思考已经给我们打开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一个思路 啊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去去往下推 比如说我我个人比较熟的这个明代佛教的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去开拓接下来怎么样去呃更多的深入的去考察 在呃传世文献啊实录呃明史即是本末啊 啊山智僧啊僧人的住宿啊僧人的别级 僧人的全级啊僧人的经经论的住书 这些我们今天传统的呃已经用到的这些文献啊包括包括贝克之外 我们怎么样去继续拓展我们的明清僧人的这样一个研研究 我们把他的研究从呃介绍这个人物介绍这个僧团群体介绍这个寺院啊 我们是往哪个方向去拓展啊啊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很很很很很想去思考 呃我们这两年学学界中间清华大学的盛凯教授呃提出的这个呃佛教 呃社会生活这样一个研究的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把戒律的呃制度的文学的艺术的呃政教关系的这些综合的东西都放到了我们对明清佛教这样一个考考考考的半球中间啊 其实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呃繁荣的其实未来也会有非常多呃可能和挑挑挑挑挑战的这样一个明清佛教研究的这样一个呃图景当中啊 这个是说我们今天包括国祝雄包括其实呃我刚才在观众中间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同仁啊 呃我觉得这个是明清的我就单就佛佛佛教来说呢一定是一个非常呃值得去去去去挖掘和我们今天学学中间的中共佛教 以及近代佛教的这样研究应该可以成为这个顶足而三的这样一个一个研究的一个领域 而这这这这而这其中我们从呃上世纪九年代末开始大陆学界我们在啊在史料在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对象这样群体在不同的开 开开开中间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大陆学者对明清佛教研究的这样一种关怀和想法啊 呃这个也是非常感谢何老师的这样一个从啊这么多年对明清佛教史的整个的贡献以及今天的这样一个考量 我觉得在佛在明清佛教层面我们其实在未来是有非常多可以啊可以继续去去去去去推进的啊 和何老师也提到我我我最近在做这个子博政客其实是从事子博政客 这十来年前其实一直在关注我最近正好这个跟我的呃博士导师啊我们复旦古籍所的所长 我们一块呃在弄明清僧人的这样一个呃僧人的几部文献啊 我就从重新读了一下这个子博政客的全集以及详细的考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能考察出来的 中间涉及到人物涉及到因缘我感觉可能我们之前对子博政客的很多的认识呃 以及他身边的这样一个僧团以及万力朝晚明清之后的一个很大的啊时间和空间啊 啊这个比如说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可能从万力初年开始往后推啊 啊从子博政客40岁不到到一直到他六六十岁远记的这个空间可能会有更放长 在元记之后他的影响一直依然存在而空间上面啊江南的北京的南京的江西的 甚至他后来的影响也到了广东的啊对 专程为了韩正德勤而去的曹西的这样一些啊经历以及我们刚刚中间被很多忽略的细节啊 啊这个都是我我我最近在观察我觉得就光子博真可一个人让我最近两两三年我都有非常多的事是是可以做 我相信这个整个晚明佛教的高僧群体以及他的居士群体啊都应该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重新去读重新去挖掘啊 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学人去进入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啊 啊这个刚刚才何老师也提到这个明清不仅是高僧的啊居士群体是一群非常值得观众以及非常妙的一群人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凡四讯啊这个这个他的作作者袁了凡 袁黄袁黄的全集都没有人整理过袁黄存世有多少的东西都多到大家都没法想 我简单拉过一个目录大概有超过十五六种的啊几部及子部的著述啊 这些东西其实先从文献学角度来说他都是已经有两三篇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如果说你从他的毅力啊就你光咬凡思俊出了多少篇文章 但是袁黄有十倍以上的这个体量的注数 以及袁黄有非常卓越的以及这个不凡的这样一个经历啊 袁黄可是出过观这个看过后后经的人啊 这个后来在天津也专专专门做过做过支线 然后在南方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一个结缘的这样一些 就我举的这些其实是是代表人物 但他真的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他有非常多的我们值得可以继续做的啊 这个也是非常呃这个感谢国助兄啊 我相信国助兄在中正法其实在中正法的这个宗教研究的这样一个呃 领域中间啊 这其实是为我们后后后背未来的这样学者群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和这个这个这个土壤的培养啊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国助兄的这个这个学术共同体中间会会有更多的啊 令人期待的我明清佛教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除了何老师讲到的佛教之外这个明清的道教啊 当然我我也想补充两句 因为呃大概明代佛教研究的学确实不多 原来到到到到教通史中间的很多学者其实对明清确实不是有特别好的观感这样的评价呃 我的这个老老师之一我的古籍所的这个这个这个前辈这个今天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王刚教授是呃 海内做这个明清道教史基本上是第一第一人他最最近又出了一本专注 之前是那个呃胡广的这个这个藩王的道教啊 最近是哎呀我下次那个那个那个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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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到 就他在跟我们聊聊聊天的时候就跟我们讲 我们今天对明清道教的很多判断其实都是一种成见 明清道教有非常多重要的贡献 以及非常多重要的境遇啊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明代的道教是很非常兴盛的 尤其是以呃张天师的正义道的这样一个序列啊 江江西籍的道士在呃明代的这个这个朝政中间是有制度性保证 让他们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就是那个神乐观序列的道士啊 他们不仅会成为非常卓越的道士引领国家祭祀 他们甚至可以从呃神乐观到礼部的序列中间 去到礼部做官做四郎做这个上书啊 啊从中中中间就在啊 刚才何老师讲的这个特别钟爱道教的嘉靖皇帝期间 就出了像陶陶陶中文这样的啊 这个道士的三公 那实际上整个明朝是出过三个吧 好像是有有有专门的学者讨论过 三个礼部上书都是从神乐观系统往上提拔的 也就是提拔的三个道士做这个这个这个国家的部位级官员 那这个在制度上面不仅佛教没有 但几乎没有任何宗教在明代能够达到这样高的 这样一个行政的待遇 所以从中间来看这个明代的道教应该是非常新生的 他只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生的方式 以及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认识 只是从教理上去认识吗 教理上认识可能不是很重要啊 但是何老师也讲了这个世俗的宗教生活 信仰生活的这样一个中间 以及信仰与证教关系的这样中间 那明代道教可能重要的一个点 就包括我们这个后来大家都讨论很多的这个基督教路华 天主教耶稣会的路华 他虽然耶稣会是到清初可能得到了这个非常高的领域 其实在从政朝期间 我去年有篇文章也是发了 也是在讲 这个我们怎么看重真信仰天天天路教的问题 重真信仰天路教可能真的清静吧 对对对 确确确确确是没有归一 但经济的时间非常的长 其中跟汤若旺我们中间可以去还原的一段非常有趣的事实 是可以分完全分不开的 虽然最后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 其实最后考证出来真的是很很偶然 因为就最后因为是跟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儿子这个夭折有关系 但是其实从从政朝之后 一直到南明与清朝的清政府的这样一个战争对对峙的情况来看 南明受到这个天主教的势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啊 长达18年的这样一个对抗中间 你会看到这个天主教对这个这个这个南方政权的这样一个支持 其实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也就是他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啊 我们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的这样一个地位啊 甚至到了清初他依然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去重新看在明代时期 明代从从从这个276年甚至放了更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间看 在中国大大地上的很多的宗教信仰 我们可能今天的认识对他的很多的这样过往的这样一个认识 还不足以体现他在历史上呈现的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这样一个状况 今天何老师的这个讲座其实是为大家开了一个非常好的门啊 其实大家有有有至于研究这些在近视中国大大陆上面产生过的 对我们这个这个世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宗教 可能在300年400年以后啊 因为文献的关系 因为传播的关系 而而被大家弱化 我们今天重新把它挖掘出来 它会有呈现更多的生命力啊 我简简单就分享这些 谢谢谢谢何老师 谢谢郭主兄 好的好的 那何老师你要不你要不做简点的回应还是说怎么样 我看到这旁边有两个问题是吧 啊 有问题了 那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应该还会 因为我刚才没说 我害怕因为时间太晚了 害怕太多问题了 就是那个也行 稍微再开放点问题啊 就是这个何老师那里看看 嗯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海瑞是不是回民的问题 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专门的研究 我们一般认为海瑞是海瑞是回民 当然你要如果说有进一步研究 也也只是不是回民 那么我们也没有去否认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拿这个是老师或者同学 你要如果去专门去研究 那完全可以 具体的这个关于海瑞是不是回民 没有没有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他 第二个对于什么 这个下面是不清楚的 哦 在这边能打开 嗯 对 在聊天里边 聊天室 看海瑞那个研究到哪去到不着了 有有有这个对于古代士大夫的信仰是如何界定的 如果他在文集或著作中写了去寺庙拜佛烧香 我们可以认定他是佛教徒吗 是这个问题 这点我们说他不一定是佛教徒他都信仰 我们这个就我都觉得咱们其实咱们如果真的上佛教徒 那么就应当是比较稍微专门一些 如果他是就是去这个寺庙里去烧香 他应当说一定程度上信仰 所以我们就包括我们谈到这个传播的时候 佛教传播我们也说一定程度上 一定的 那起码他肯定 有一些这个 像我前一段我写一篇那个关于这个邱骏的文章 那么他赞扬 他表面他不信佛教 但是他又赞扬了那个 佛陀又赞扬了观音菩萨 你说他没有一点信仰 所以我们说只能说一定程度上 有这个信仰 但你说他有多大信仰 那没法说 对吧 这个他肯定是有信仰 他不信仰他也不会拜 你包括我们现在神价 我们即使像我们去 不能不那么举例 就是我们进的寺庙里 如果想看看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心里面 其实都还是有一点信仰 只不过多和少的问题 如果说完全不信仰 我纯粹的那个 那也也会有 但实际上在思想深处你说一点没有 这个我们也是不大不大不大可能 这是我的写项啊 白年教是佛教 摩尼教发展的那种 最近人仪是为民意 秦桃也有什么 没错白年教在明大都发展 那我以后看到明大好像没有听到 这个因为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啊 其实很多 有的是打着白年教的旗号 但是更多的这个叫什么罗教啊 红粹教他们是这就叫有自己的旗号 所以我们在明朝你看看 我们到明代中期以后 如果要 这个遥望青春 你要看看那个谁呀 马希依沙先生 他们那个民间 那个民间秘密宗教室 他们就已经 不会再强调他是这个这个这个 再是白年教 他更多的是这种 受他的影响 这叫罗教啊 叫黄天教啊 红阳教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清代穿主战 我们说这个清代确实是这个的 因为我教清史 所以我这个 你说这个清代中期爆发 大规模 那确实有 但至于什么原因 那是另外一码事 这个我们说穿主战 什么王冲尔他们 对吧 那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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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群 至于他怎么传承下来 那是另外一码事 或者说有人一直在传承 那在这个这个叫 是金 不是金香 金香那是明朝 那个穿主战 四川 那湖北 陕西那 所以那弄了好多年 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了 而是说他还在传承 但是说 那个这个罗教的几个 势力比较大 或者说三势比较大 包括后来 王 王生他们那个文乡教 那个华教 整个在 在北京 北京就在各地都起义了 这宋文佛教 对于宋元佛教有如何的损意 这个话 写论文的题目 这我不太好回答 就是我们说 宋元以后 这个无论是佛教道教 当然后面刚才我看到 还有一个同学说 或者老师说 后面教育可能还有一些发展 但主体上已经基本上 好像已经 基本上不行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 后面为什么说混合的 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 这个基本上 现在我前几天跟这 所以善者法师 我还聊天 我说你们现在 是不是还有专门的 这个学习 或者说 这个传承 他说现在我们也基本上 没有什么单独的 纯粹的那种中派 基本上都是 这个混合的 胡建民 这个对吧 那个我们的法师和上 日本的法音法师 他接武中的法脉 基本上都是混合的 这跟前代可能不一样 当然也许 前代是什么样 可能要 是不是也是 有一定的 也有点混合的 这不是那么 那个 但是起码在前代 这个中派 还比较明显 我曾经也做过几个僧人 你包括那个南京的那个 这叫什么 主管真杰 主管真杰 那他实际上也是华言 那什么之类 都混合 而且更大的特色 大概大家都能想到 净土都已经融入到所有中派 对吧 这这这这这这 实际上都混合着 主管真杰 信古牟尼教 这个您去专门看看 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文章 这些 现在我想 大家肯定 像这么回答下去 这肯定是永远没完 大家反正有兴趣 可以去 都去学习 都去看书 也不一定都能回答得了 另外像那个王老师 孙老师去请教 他们也是做专门研究 我们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偏重在佛教这个死 甚至佛教制这方面 就我们现在有个 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做明清佛教 我们相对也要有一些好处 就是我们不用特别去 刻意去 懂那个佛教哲学 因为在明清这个方面 不是特别突出 所以这个方面是有这个特点 我要回答就这些 孙老师 好好好 感谢感谢 确实这里边的 因为这个明清的 这个相关设计的面 太多了 不过那个我们这个 何老师的相关成果也多 包括那个 我看这个 我们的今天的讲座 也有专门的论文 这个论明代宗教的特点 其实这个 刚才启元兄 在这个语谈的时候 讲的一些话 我是特别 于我心而言 特别感动 就是这个 何老师的这个 毕露蓝绿之功 对吧 特别是我 特别是在这个 学术的研究中 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 非常可靠的 非常完整的一个 最基本的框架 对于后续的这种细化 对于后续的这种推进 都大有弊异 而且我们今天 何老师的这种讲座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比较简明的 丰富而完整的一个 明代的佛教通史 而且在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到 这个何老师 他在这个用词 还有遣词造句中的那种 历史学的严谨 当然在这里边 特别是这一个 用了一些庞大的 非常丰富的数据 真的 重新让我一下 比如说那个 明代那么多的 这个佛教的寺院 远远超过前代 这个让我真的很惊讶 这个必须要重新思考 而且就是 刚才就是何老师的 还结合了他的一些 典型的个案研究 比如说特别是这个明代的 南京的北京的这两大 特别是在明代简直是说 可以说是代表性地区 当然现在何老师 也在拓展到杭州等江南 特别典型的地区的 这个研究 更加使我们认识到了 明代的这种宗教的特点 与此同时呢 就是说还是呼应到 之前的话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研究明代的时候 其实也有现实的关怀 也能看到一定的连续性 也能给我们一些 深刻的现实启迪 特别是 比如说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何老师 对宗教特点政策 总结概括 特别具有辩证性和经典 就是它既是一种提倡 又是一种保护 又是一种整顿和限制 就是这种张力和平衡 彰显了统治者的那种成熟 同时也是对宗教认识的一种 也达到一种 比较稳定的一种程度了 当然这个过程中 就是让我深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 像九郎大圣这种人 就特别的怀念朱元璋 就是都甚至说 他是奢山圣人 他来自奢山吧 就这种情况下 还好觉得他很 而且更让我们惊讶 就是说这个明代的 就是明代的宗教 在后期他繁荣了 而且比较开放 就是当然这个 何老师历史学的严谨 非常严谨 用的话非常平实 但是在一些 其他的小说里边 那都小说话的写作里边 像崇祯皇帝都已经快信 都成了天主教徒了 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 就是这种 就是当下的我们 这种宗教政策 特别是宗教的 现代化治理 包括国家的 现代化治理 甚至包括我们 文化意识形态的 这种治理 其实 简直是可以说 非常有直接的启发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这些话题 都是我今天在通盘的 学习了这个明代宗教之后的 一些启发 我也会继续思考 就是这是 我再补充一个 我再补充一个 既然我也 再跟你们汇报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做这个 明代杭州 那个佛教研究 就刚国家社会结像 结像的那个 最后两考 是宗教学的 就真正那个 从这里也反映 那个明代佛教 就通过这个研究 杭州佛教 我就发现这个 明代前期的杭州佛教 那么基本上是 原末佛教的允许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是原末佛教 有些大和尚 都从原朝来的 真正明朝自己 就通过这个 佛教政治 他培养不出什么 民生的 所以到了明代 中期杭州也一样 那个佛教衰微 到了明代后期 我的定义是 杭州的佛教教 这这这这 云期佛教 就整个那个 朱宏那一派 他站在杭州基本 占统治地位 这也整体上就反映 能反映的明代宗教 一个是没什么发展 第二个是融合的那个 因为朱宏那 整个的佛教 重视实践修行 重视戒律 重视这个放生 那一趟 真正的教育上 确实没什么 我就补充对这个 但反正今天那个结论 因为这个这篇文章 因为是在这个 杭州佛教以前 早就写 我就不同 这个意思 刚才何老师 你分享这个云期 杭州佛教 就是云期佛教模式 我看到的信息 差不多也是论证这个观点 就是比如于春夕 他们当时和天主教 进行论辩的时候 就是云期为代表的 一批这个士大夫 包括这些僧人进行的 两大团体的一种 争论和交流 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 那那个 何老师 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回答问题 就差不多就这样一个环节 是吧 就是好好好 那那个启元兄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没有了 OK 那那那真的很高兴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 今天真的是受益匪浅 就是在这里边 特别是我们在重新的 就是在跟何老师学习 这些东西的时候 然后有这么多新的话题和想法 还有 真的很高兴 也特别感谢这么多的师友 这么晚了 还这么多的师友 还在坚持着 学习和听 真的很感谢 特别感谢大家 对这个华言论坛的这种支持 也特别感谢 对我们本次活动的这种厚爱 其实刚才 就是我也不断地回 那个一些其他老师 包括那个刚才 还有深圳大学的 向永宁老师等等 都在跟我聊 不知道你认识向永宁老师吗 就是深圳大学 我认识 他也在对 跟我聊 听哪里讲座的一些 信息的反馈等等等等 都特别感谢这么多 这个在线的师友 时间也特别不早了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大概就到此为止 当然了我们那个活动 就是也到时也会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们的本次活动的纪要 到时候发在我们的 这个法大宗教学的 那个微信公众号上 欢迎大家关注 那我们几个 林小丽老师在不在 我们几个合影吧 到时候李卓琴同学 给我们还要做一个新闻 对对对 那我们大概 那个林老师 那我们来就是来结个屏吧 就是卓琴你也可以 一起来吧 卓琴 好的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 你来那个揭压屏 这个截屏我不太会 那我来吧 我来吧 能稍等一下我来 揭压屏在自己电脑上下的下一个截屏软件 可以 谢谢老师 我再截一张 不然Q我有点心里的准备 我再截一张 可以了 好 谢谢那个何老师 谢谢王老师 谢谢雷老师 谢谢 那个王金辉啊 还是我们这个网上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特别好 谢谢老师 感谢 感谢 哪里哪里 辛苦注意了 我们共同成就的熟生姻缘 我们共同成就的熟生姻缘 好的 那各位老师 那就晚安啊 然后各位老师辛苦了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好好 再见 再见 也感谢各位 谢谢 好的